我們來看一個跟歷史有關的 書室應該大家都蠻熟悉的對不對 以前我們學歷史都怎麼學 那個棉表拿出來 然後就哪一年寫了什麼事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就這樣看嘛 對不對 以時間軸勢的 可是其實我們常常在學歷史的時候 對於什麼 空間不太有感覺 書室 你說他是哪裡的 流放到哪裡 都跟現在地理位置不一樣啊 所以你都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這個網站算蠻特別 這是在中研院的 你可以進到這網站之後呢 一樣有沒有 是這個的 這個網站上 那你進去之後呢 這裡 除了你可以去看他的年表以外 還有他的什麼 流程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另外一個不同的檔案叫KMZ 那KMZ這個檔案呢 目前是只有Google地球資源 Google地圖還沒有辦法揮進去 還沒有辦法揮進去 那沒有關係 你待會呢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回到你的Google地圖 有沒有一個開啟 對不對 可以用開啟的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試看看喔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試看看喔 好 我在這邊下載 好 就是它 打開 我就可以看到 當初 舒適的年譜 點進去 進來 在這邊 我先把天氣關掉喔 這樣才不會互相影響 好 海洋如果你不想要3D不要 你就把一些不相干的 我們就先把它稍微關掉一下 關掉一下 好 在這邊 它幾歲有沒有 幾歲在哪邊 幾歲在哪邊 這樣地理位置有沒有比較熟一點 對不對 至少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當然這個其實 單純這樣其實還不夠 比較好的方式 事實上還是需要什麼 加上我們那個套碟 套碟上去 那個地圖才會看得更清楚 所以呢 其實它這邊其實有做 但是 可能你要搭配 這 它上面的這個 有沒有 使用的過程 或者你要去看它的年譜 這樣你再來 比對的話 你的那個地理位置 就可以 歷史的 跟地理位置就可以 搭得上 比較不會說被流放到哪裡 你也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地方 反正只是被流放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方式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所以呢 這邊剛好用到一個 我們剛剛沒有講過的 叫KMD這種格式 那如果說你這個 自己編輯好了 你想要拿出去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另存為 這裡 好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可以輸出兩種格式 一種是KMD一種是KML 只是 如果你要共同格式比較多的 我會建議你用KML KML 那KMD主要就是 Google地圖自己在用 好 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來請問 感谢观看